小故事屋 让其他的小朋友看看 我跳跳蛙也能飞上天 你们知道热气球怕什么吗 怕什么 乌鸦群 如果乌鸦捉破热气球 那就糟糕了 乌鸦群 你们觉得那边的那一群是吗 哇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包子 你别乱动 我们会掉下去的 快蹲下 大家别紧张 只要乌鸦不把气球戳破 喂 这些糟了 何嘴说 你说话这么准 以后不要乱说话了 我们现在怎么办 犯法只有一个 那就是 救命啊 救命啊 总算着陆了 能脱鞋 天气太好了 不过 这是哪儿啊 怎么走了这么久 还是草啊 我妈子 一定是你带错路 听我的 朝后走 这没错 好 跳跳蛙 我就信你一回 黄帽子 跳跳蛙 你们看 我说什么来的 就是这个方向吧 不是 我是想让你们看 前面 不是我们换掉的热气球吗 我们又走回来了 这可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走不出大苍原了 我们 我们要被困死在这里了 好了好了 火帽子 光枯也没用啊 快帮我回想一下 快帮我回想一下 咱们是不是从北边的城市乘热气球飘来的 这有什么用啊 这都是头 谁知道哪是南哪是北啊 妈妈 我要回家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看太阳 太阳 没错 现在是傍晚 太阳要落山了 你们想想 太阳应该是在哪个方向啊 太阳是从西边落山的 所以 那就是西边 没错 我们可以用身体来辨别方向 左西右东 前北后南 那我们的前面就是北方了 没错 咱们一边看太阳 一边向北走 准备找到家 火帽子 你说对不对 火帽子呢 别说了 还是趁着天还没黑 赶快走吧 这个星级的火爬跑 好了 跳跳蛙 咱们也赶快走吧 就这样 当最后一抹阳光消逝在天边 三个小伙伴终于走出了层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耶 是啊 回家的感觉真好 从这里看城市的灯光 好美啊 没错 真是太美了 小朋友 你知道什么是方向吗 有了方向 我们才能判断出不同的位置哦 那么如何辨别方向呢 太阳是我们辨别方向的一个很棒的办法 你学会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说 左西右东 前北后南 在小姑叔 每一天都有新故事 想和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快乐 就请爸爸妈妈帮你订阅吧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感谢你 订阅